是大火热 也是主持正路 内在法神的纪念日 今天在泰国法神社那里 晚上有举办刚刚日 有举办共请了奈内的金相 共请到了奈内纪念堂那里 很发喜 必须把刚才参加线上法会的功德跟大家分享 撒图 我们今天就继续听Demiya 本身故事 今天是第四集 昨天讲到第四 就是第二成天界的统治者 他就开口恭请 一位有福报的天人跟他讲说 最有福报的天人 请您到波罗那城脱胎为 嘎西王 王后 当赞他黑为王后的王子吧 这是您下去修波罗密合度众生的好机会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是自己是菩萨 然后有第四 亲自来恭请你们要脱胎外人 要去修波罗密 你们法不法喜啊 应该是很法喜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位天人也很法喜 他就马上回答说 他可以 他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他早日圆满 波罗密的机会 菩萨天人的五百个随从 他那个时候脱胎的时间也快到了 所以呢 他们也都很愿意 要跟菩萨一起下来 人世间 修波罗密 嗯 真好 总体 修波罗密啊 当晚 菩萨天人 就准是脱胎在王后的台里面 啊 至于啊 五百个随从啊 嗯 至于啊 五百个随从啊 啊 准是到哪里呢 准是到国家里面大官门 太太的胎里 哦 继续当随从啊 啊 哦 我继续当随从啊 让他确定了 这个就是我怀孕了 有这种感觉 他很深信 所以早上当他醒过来之后 他就马上向国王报告 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就 国王听到 就 很开心 还是我的王后真的怀孕了呢 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之后 这个 国王就赐给王后了许多补药 而且特别吩咐 要照顾好 这个王后的身体 要 特别的谨慎 大家应该想象得出来 就等了很久都没有能够生一个儿子 但是现在呢 如愿圆满了 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国王呢 也一直等待着 王子生产的日子啊 联大臣跟 呃 子民们 那些人民呢 他们也在 跟着 欢喜 高兴的程度 也不输给国王啊 呃 我们国王会有传宗接待了 当满十个月后 呃 王后呢 他就 产下了一位 几乎 浩劫的王子 长相比一般人更庄严 这是有福报的菩萨嘛 呃 准时来的 所以呢 他一定不会单独一个人出生 嗯 什么事让国王这样想啊 呃 也是菩萨的福报啊 那个时候 国王就想说啊 应该会有谁从同时 跟这个 呃 我的儿子啊 从十准是 下来吧 嗯 应该是 菩萨的功德 让国王这样想啊 这么想后呢 他就召见了 大臣 然后就 命令他说啊 你去打听看看 那今天那些 呃 大官员们啊 他们家里面 还有其他的 婴儿出生吗 如果同 跟菩萨 如果跟我的儿子 同一天出生的话 就表示 他们很有可能 是我 儿子的 水虫啊 后来呢 呃 就 如 国王 所猜想的一样 当天呢 不管是大臣 呃 到哪里 去看大官员的家庭啊 都会有 婴儿出生 嗯 所以他就赶快回来 向国王 禀报 哦 陛下 今天大官员们的太太啊 同时生了儿子 总共五百个男婴儿 哦 刚刚好啊 就是 刚刚讲到 菩萨的 五百个 水虫也 呃 投胎下来 对吗 他们没有分散到其他地方 都集中在 呃 这个城市 要跟菩萨一起 修波罗命 当国王知道 呃 呃 有其他的婴儿 跟他王子同时出生 他就很高兴啊 呃 呃 所以他就准备 请人准备了大官员婴儿的服装 呃 而且请了五百位保姆 去照顾这些婴儿 呃 呃 要一起照顾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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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照顾王子的 呃 每位保姆呢 需要呃 呃 呃 具有好的特点 没有十种缺点 呃 十种 呃 不是一两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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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肤呢 呃 呃 不能太过白 呃 会造成忍辱的损外啊 呃 呃 不晓得她是从哪里来的这个 这个选择保姆的方法很特别 呃 就是的温度太冷了 嗯 这是他们的想法 第四呢 而第三呢 不能太小瘦啊 因为王子睡在他的大腿上 而要呃吸奶的时候呢 可能就怎样啊 保姆的这个骨头会吃到他的脖子这里 第四呢 也不能过肥胖 不能太胖 不然的话王子可能跟着保姆 胖 哦 就一起胖的样子啊 呃 还有六个这个大家 我们 后天再也继续听啊 今晚辟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与快生命光临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我们后天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